站桩是最好的补充元气的方法 那怎样站呢 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下站桩对身体上的几个要求 好下面呢我给大家从上到下依次的来介绍 首先呢是对头部的要求 我们要求呢头部叫头正而起 就是呢我们的后脑勺要轻轻的向上领起 然后下额微微的收回来 收回来一点点 好保持头 头一定要正 然后面部表情要自然要放松 好对肩部的要求 对肩部的要求 两个肩要放松 不要耸肩不要用力 叫肩平而顺 然后两个手 两个手呢做一个冲抱的一个姿势 抱圆 手心向内 两个手挠空穴 就是手心对着我们的尖肛的位置 放松站好 要做到沉肩和对肘 好对于我们胸部的要求 叫胸藏而壁 就是呢这个胸 就是呢胸不要挺 要向内寒 好对于胯的要求 叫当身而藏 就是呢两个大腿跟的地方 这个地方呢向回收一点点 好然后 命门向后 命门向后撑 柳臀 臀部向下 柳臀 围履向前送 好对于膝的要求 两个膝盖要放松 做到膝躯而身 就是做到一个自然弯曲 四直飞直 四弯飞弯 好对脚的要求 就是把意念沉在我们后脚掌三分之二处 涌泉穴保持寒空 大脚趾轻轻的扣一下地面 然后呢保持这个站立的姿势不动 静静的等待气机生发起来 好我们一般呢 站桩是站到三十分钟左右 好刚学站桩的朋友 可能呢在这个时候会有酸疼的表现 酸疼也不要去管 尽量的去站 酸疼呢是因为你身上的气血不通 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意念去观想 哪个地方酸它是怎么个酸法 那么一道气道 慢慢的呢这个地方就会通畅起来 站桩呢可以连通我们的经络 使气血畅通 那么使我们的病症得到一些改善 正如呢苏东坡评价站桩说 奇效初不甚绝 但积累百余日 奇力百倍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请关注我关注